我是大陸的民運人士 據我所知 大陸民運當中有不同的系統 有幾次在台灣 跟大陸方面的人聚合 每次聚合 中共的國安部門 都對我們的表如指掌 因為他們進來肯定要有落臺症 所以任何人要落臺症 這個資料 應該說不可能說 有某個民運系統 某個民運組織 它可能有共濟滲透 但不等於到每次都有 那這個 這次是 吳章玉教授 是在警政所 然後我不曉得這邊究竟是移民所 還是警政所有這些資料 那是不是僅僅是 一個部門 這樣就是我們大陸民運人士 都資料 是不是有個專門部門 這樣的部門是不是很保密 至於你們怎麼調查我們都是 我們沒多少意見 但是問題是不能 把這樣的秘密 可以泄露給中共 我想 這個滲透情況 僅僅是胡章玉這一部分 而且我們在台灣所遇到的情況 還不僅僅是公務部門 系列現象 還有收買黑道和社會人士 但是 不知道 貴單位有什麼 更好的 防範跟遏制的 或者是偵查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對 這個問題 我要回答 沒關係 剛剛好像還有一個媒體朋友 那請教一下 副處長還有主任 就是說報載說流出去的資料 就是出入境的一些資料 還有在台的一些情資 那如果偵辦的部分不能談的話 那能不能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警政單位在針對流出去的資料 能夠去評估它的損害範圍 以及它的這個損害程度 以及我們怎麼可以 一樣的來的補救這樣子 那另外好像要聽說 我們要成立一個 各自安全保護小組 那現在進度詳細的情況是怎樣 對不起 我先讓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等一下還有一個記者 我會要趕到台北餅館去 所以我們記者會大概三分鐘內要結束 那我想這樣子 那個 這個李副處長的任理主任 剛剛我們孔副秘書長請教的問題 就做一個意見交流 不過孔副秘書長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的聚會 中國那邊很快就會知道 我想跟他們那邊的監聽網路收集 各式各樣 因為我以前網友也都遭遇過 就是中國那邊也有他們支持在收集 不情資的網絡 那這個 不過我在想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自由行之後 我們開放兩岸交流之後 那很多人知道我們真的很難得知 他們的這個背景 他們可能來台灣 一方面真的是來觀光 但是可能也順便 或者是來這邊有任務順便來觀光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的這個國家 覺得我們的固執是責任越來越重大 那剛剛那個副秘書長的發言 還有我們剛剛每一個都講說 我們這個損害 就是這些案子的損害的控管 還有一點就是 當然法律這邊 我們立法院我們當然要 如果說剛剛幾位來賓有講說 要把這個法律修得很嚴格 那你們認為該怎麼修 你們比我們更 因為你們在執行這個工作 你們也可以跟我們建議 我們來提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還有一點就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行政單位 把預算送到立法院來 我們立法院負責監督 我們的行政單位不可以亂花錢 所以我們只能夠刪減預算 我們不能夠增加他們的預算 所以我們也要請兩位這個 我們主任跟副處長 就是說我們如果真的在這個 維護國家安全上的責任越來越重 工作越來越多 那我們的預算需要增加 那也請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可以跟你們的長官負責溝通 因為一旦送進立法院 因為我們真的就無能為力 我相信兩位長官他們都很了解 我當了七年的立委 他們的預算 我是一毛錢都沒有刪過 對不對 那但是我也常常跟很多行政部門的官員講說 你們要把你們工作做好 需要多少人 需要多少錢 拜託也私下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可以負責去溝通 那不要就是這個一漏就減 然後就是每次我們發現什麼問題 就是說人力預算都有困難 那真的就變成是不知道怎麼辦還好 那我再拜託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記者會講說 這個國安漏洞要這麼不 我們不希望賠上國家跟人民全部都賠上去 那我們現在很清楚我們還是一個國家 我們還是一個國家 就像我在看賽勒克巴爾的時候 他們當時很好過程 他們維護他們的尊嚴 我看到掉眼淚的一段就是 他去說服另外一個社的頭目說 他說我為什麼要站出來 我為什麼要賠上我的年輕人的生命 他把槍交給他說我為了驕傲 為了活得像一個人 為了不卑躬學習 為了像狗人一樣被日本人踐踏造 這樣嗎 那我們今天都還沒有這樣 我們只是要提高警權 那今天我們感謝兩位官員 他們從頭聽到我們的訴求 那我們講了這麼多話 最後就是要交給他們去把事情做好 謝謝大家 那我也了解這些案子會爆發 事實上就是表示他們的內部機制還算OK 還算OK 只是我們希望真的是要做到 我們國家 國安漏洞要零漏洞 讓我們的人才真的有辦法安心的在我們的土地上生活 真的是 非常感謝大家 我相信今天大家這麼多人來 也給我們兩位官員 把大的動力 讓他們可以回去把他們的工作做好 我們台灣幸虧是一個自由的國度 所以我們中國人民主黨今天在台灣可以講出心裡的話 我們也一樣 不論你今天白天講了什麼話 你都不用擔心任何人半夜來敲我們講的門 這個是一個福氣 我們要好好珍惜這個福氣 守護這個福氣 而且把他交給我們的孩子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一起共同組 也謝謝